中国房地产业面临寒冬 大陆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宣布 受到房地产不景气影响 万科上半年的收入按年减少1.1% 经营利润更按年下滑7% 不过万科表示 即使发展商要降价抛售也面临困难 跟随香港富商李嘉诚的脚步 万科去年抛售30亿大陆房地产的股权之后 掀起大陆房地产业的抛售潮 在香港的业绩会上 万科总裁郁亮明显对大陆房地产的前景感到悲观 除了银根紧缩 郁亮认为目前房地产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去库存的问题 即使发展商要降价抛售也要面临风险 降价之后就来砸售楼出来了 甚至围你办公室了 帮你办公了 那么在国内是比比皆是 所以现在发展商要降价 变得偷偷摸摸的小偷行为 想着各种方法是不降价 实际上通过折扣 通过什么团购等等手段来完成所谓的降价 惊喜的降价过程 针对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取消限购令 他认为新政策是对过去调控政策的纠偏 但房地产行业不可能通过政策来扶苏 大陆房地产业受挫 旺科近年来大量在海外买地 旺科强调 未来将会加大海外融资比例至20%以上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